哈喽,我们看一下这一题的习题 题目说,现在有一个篮球架的坐标平面图 你知道O点会是圆点,然后篮宽的位置会落在B点 那B点同时也在Y轴上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B点落在Y轴上 Y轴上面的任何一个点的S坐标都会等于0 所以最后你算出来的B点的S坐标会等于0 那今天有一个人叫舒豪 那舒豪将球从A点的位置投出 A点的坐标会是-6.7 落球的行进路径为一个抛物线 什么是抛物线,也就是一个二次函数 那这个球的最高点会落在是-2.11的情况下 最后会有B点空隙进球 OK,以下会有两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要求的是篮宽位置B点的坐标 好,既然这个球的行进会是一个抛物线 而且这个球的最高点会落在-2.11 所以我可以假设说 这个抛物线的方程式是Y等于A乘上S加2寡五的平方 再加上11 那接着的话我可以知道说 这个抛物线上面有一个点 A点的坐标是-6.7 所以我带入这个假设的抛物线里面 我就可以求出那个A的值会是多少 所以我就将A点的坐标-6.7带入方程式 OK,带入近距离是7 会等于A乘上-6加2寡五的平方再加11 等式的左边是7 等式的右边-4的平方是16 所以我可以知道16A会等于-4 所以A就会等于负的四分之一 所以A算出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抛物线的方程式是Y等于负的四分之一 乘上S加2寡五的平方再加11 但是第一个小题要叫我求B点的坐标 那B点的时候它竟然在Y轴上面 那Y轴上面的任何一个点的S坐标都会等于0 所以我就将S等于0带进去 所以我可以得到Y会等于负的四分之一 乘上2的平方再加上11 所以负的四分之一乘4 负1再加11会等于10 所以我可以知道B点的坐标是什么 0斗点10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要叫我们说 依照国际烂救总会的规定 标准的篮宽高度应该要距离地面是要3.05公尺 才会符合 如果我现在知道说坐标平面上面的一个单位长 代表实际是0.3公尺的情况下 题目要叫我求说 那篮球价目前的篮宽高度 也就是图中OB的长度 是否有符合国际篮球总会的标准 如果没有符合的时候 应该要如何调整才可以符合 好,第一个小题我可以知道说 B点的坐标是谁 0斗点10 然后O点是圆点 是什么0斗点0 所以在图中OB的长度会是10 好,那我可以知道什么 在坐标平面上面10个单位长 实际代表是什么 0.3乘以10 所以实际的高度是什么 3公尺 但是标准的话 篮宽高度应该距离地面要什么 3.05公尺 我目前只有3公尺 所以我应该要什么 往上提升什么 0.05公尺 才是篮宽高度 符合国际篮球总会的标准 就是 大谷 2律 羽